红木出口国限制原木出口 原料价格持续疯涨 市场低迷消费者不买单 消费红木能否回归理性 价格买得不好 有一部分可能是保本买的 有一部分可能是赔一部分钱买出去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各位晚上好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今天我们要来关注红木投资的话题 在2013年6月 新的宾威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生效了 这当中包括俗称老挝红酸汁在内的五种红木树种 就被列入到了贸易限制的范围当中 随后越南率先对红木原木价格出口提税200% 而作为红木出口的主要国家之一的缅甸 则宣布在2014年的4月1号开始停止红木原木的出口 那么这些因素就导致了红木原料价格 在2013年出现了一个疯狂的上涨 现在我们就先来看一下当时我们对这种情况的报道 它有多少拿多少 红酸汁的空间要比那个那个文化力还大得多吗 红酸汁涨到50倍的时候 那那是什么大钱呢 我说话里面还有二百多的 你卖吗 我不卖 为什么呀 卖它干嘛呢 老咱嘛 一木难求 价比黄金 上南方买了点木的 恨了 哎呀 这个 大概买了买了一个二三百吨吧 二三百吨 批节钱花了将近一倍的价钱 还会吧 像这个 这个案子呢 在六七月份没有这个 这个红木涨价之前 大概是六百六百多万吧 那么现在呢 已经将近了八百万 这个是书呀 书根 是说你的书根库呀 在以前前几天都在公路旁边都没人捡了东西 现在涨了 好像等于宝了 像这个市场基本上有一半是空着的 就是卖空 这些经销商口中的大红酸汁 产地在东南亚的老窝越南等地 是最名贵的酸枝木 而酸枝木是红木家具的核心用材之一 伴随着新修订的 宾威野生栋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的生效 贸易门槛的大幅提高 直接引发了红木原材料的涨价潮 在去年最高峰时期 红木原材料普遍涨幅在百分之四十余上 一些高端稀缺木种的涨幅更是高达百分之七八十 尤其被列为冰微树种的大红酸汁涨幅最大 中国红木流通专业委员会 是参与制定和修订红木流通有关规定和标准的行业组织 秘书长车畅对红木价格的暴涨感触颇深 我们俗称叫大红酸汁学名叫脚趾黄潭 它的原材料的价值 价格在去年年初的时候15万左右的水平 到年底的时候就十月份 十月份的这个价格炒作比较突出的那个阶段的时候 达到三十万三十五万四十万这个水平 也就是说增长了百分之一百到一百五十的这个水平 原材料上涨引发成品价格水涨传高 有数据显示 去年红木家具普遍涨价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四十 最高的涨幅达到百分之一百五十 经历了2013年红木的疯狂涨价潮之后 2014年的红木市场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前不久呢 我们的记者就再次走进了广西的东兴和平祥 来探访2014年的红木市场 广西边境小镇东兴和平祥 聚集着大小上千家红木经销商 在平祥最大的红木家具半成品批发市场 恒大红木家具市场 记者看到上百家红木商铺客流稀少 异常冷清 经销商们正悠闲地聚在一起聊天 说起今年遭遇的市场寒流 去年趁着高峰时入市的湖南小伙子李燕感受很深 大概就是一万五六 今年大概就是一万三四左右 一万一万二三 但是相对像去年如果是这种货 拿来基本上上这就会卖掉 是供不应求 来货运到我们这很大市场 就基本上就卖完了 李燕告诉记者 虽然红木家具半成品价格跌了 但市场的购买力远没有去年那样火爆 出货量反而比去年同期下降了百分之三十 那些在去年囤积了大量货品的商家 库存难以消化 资金压力更大 红木商人赵提币 在平祥南山红木市场经营着一家红木家具店 去年市场行情疯涨 他在完成客户大量订单的同时 还额外生产了一些家具 自己囤积起来 想卖个好价钱 然而今年上半年市场持续低迷 这些家具到现在还没有脱手 卖掉 因为这价格 我们去年拿过的价格都很高 今年突然跌下来了 所以说就不好走 停在这里了 那去年你拿进来是大概多少 去年拿进来的话 按现在市场的价格要高30% 同样感受到销售压力的 还有商人彭光明 双支的今年我们这两个月就暂停 因为双支现在我们积压太多 今天整个市场高价位的奢侈品的东西 就消费的时候没去年那么理想 去年的话一般的以前 我们特别是像家具啊像沙发 那这种款式的沙发我们是不够慢 今年已经做双支的 我都是10% 20%这样做 这样做出来一做出来 那也许明天出去到下去 马上一两天都是一两套走在那两三套走在那 路逼逼在走货 今年来说你一个月的时候有五六天走货都不错 我们在订单上面数量没有减少 但是销售额减少了减少的太可怕了 可以叫做七年的双支木 打个比方说你要他一个老板要赚100万的产品 他去年是做了七八十万的那个双支 只是花里木是负担一下 这是20% 那今年恰恰相反了 他就是要了百分之七八十的花里木 他要了这是百分之二十的 百分之二十三十的双支木 打个比方就是说他哪一收货 九米六的去年拿到双支木比较多的 他就要三百多万一车 他今年只是五十万差不多就够了 所以说他在销售额上面常常太大 黄志全广西东兴红木商会副会长 也是东兴远近闻名的红木商人 去年大红酸支被越南老挝等国家限制出口 他曾紧急前往越南找货 但是经历了大红酸支的一路暴涨之后 今年的行情让他感到有点无奈 他告诉我们 今年公司的销售额锐减了百分之五十 低迷的市场形势 让大多数商人的走货量都在减少 去年走量的话都会下滑在百分之七十到八十 走货量 对对对 具体的话 整个来说人有量也是蛮少的 很多人也是在观望去台 从去年大家都进货的数量没有太多 所以价格也是蛮最的涨 所以成成一个泡沫的经济 很多商家不理性的就都追求 所以搞到现在今年货多一求 但是记者了解到 在大多数人销量不畅的时候 东兴的红木商人中也有一部分人的经营是在稳步上升 今年呢我们即使掉头 我的全部啊 现在百分之九十以上呢 我们都是全部做缅量发力 但是我们呢 今年实际情况的话呀 跟去年是持平 甚至有的月份呢 还是保持更好的一个上涨势头 我们这个店小 不需要贷款 而且我们的人手啊 各方面呢 人手的人手比较少 那么我们的工资成本 它也降低了 我们即使调整这个策略呀 从这个策略上 我们也确实见到了成效 小罗告诉我们 他是技术工人出身 在加工厂干了十年的打磨工 现在自己当了老板 在技术质量把关 以及成本控制上 有一定经验 记者发现在东兴 库存不大定位中端 又有一定技术管理能力的 红木商人 在低迷的市场形势下 显示出优势 除此之外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 在今年行业持续低迷的形势下 东兴的红木产业 还在大量扩折 对比一下去年呢 东兴的销售还是挺旺的 但我今年终于 我卖那个红木家具的 配件来讲 我感觉今年生意很不错 为什么呢 东兴增加的加工厂 也有几十家 卖厂也增加的 有接近一百家左右 所以我的铜配件啊 打磨材料啊 油气销售都在不断上涨 今年反而比去年 效果还不错 彭老板在东兴经营着一家 红木家具配件店 他的客户就是东兴 大大小小 二百多家 红木加工厂 在他的店里 摆放着各种 加工红木家具需要的 油漆涂料 砂纸 荷叶 螺丝钉等 记者在现场看到 早晨小店刚刚开门 就迎来不少顾客 每天 彭老板只有一件事要做 就是给他的客户 挨家挨户送货 从早晨七点开始 一直忙到夜幕降临 还是压了很多 有彭炒骨 还有草原波 你看 这几单都没送 晚上九点 跟随彭老板的送货车 记得前往红木加工厂 东兴的红木家具呢 卖场生意好 商场生意好 加工厂 生意 肯定就好 那么我做下游的 材料的 肯定生意 就比较好 今晚起 我们游戏一路加班 晚上十二点 彭老板告诉我们 进入九月之后 他感觉到销售商 输货速度加快 工厂开工率增加 新客户的定站 也多了不少 记者走访发现 东兴新建 和新开张的 红木店铺 不在少数 在东兴最大的 红木家具商城 东兴红木文化中心门前 记者看到 对面多了两栋 新建的家具城 而去年这里 还是一个宽阔的广场 街道上 也多了很多 红木店铺 这家商户门前 摆放了两个大花篮 满地的鞭炮 告诉我们 今天这家店铺 刚刚开业 您好 今天刚开业 对对对 今年行情有点低 您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候 开业 因为的话 这个问题的话 就是说 在低落的时候 可以发现最好的机会 选好最好的地位 然后慢慢起步 如果是错过了这个地位 就没有更好的地位了 就是这个地势好 那像你这样的新开业的 今年多不多 也多 这旁边 还有对面 还有这里 这五家都是新开业的 目前在东兴 从事红木经营的商家 有835户 这些都是今年新增加的 红木经营企业 总共有39户 还有个体的吗 个体的有185家 新增的 一共有200多家了 一共有200多家了 每年都有100多户的速度增长 在离高速路口不远的地方 我们看到 又有一个新建的楼盘拔地而起 两座钢筋骨架已经出具规模 在工地上 我们见到了项目负责人 他告诉我们 这是一个新建的大型综合商城 其中8万多平米的商铺 将用于红木交易 有不少红木商人 已经盯上了这块地盘 开始争强碰面 有一个东面期 有个过渡期 它慢慢的市场培育起来 因为红木这个东西 它的原材料越来越少 它最后要估计 就像我们在节目当中看到的 在市场的大起大落当中 一些商家 及时调转船头 改变原有的经营方式 那么红木价格的未来 会是怎样的态势呢 大家一定非常关注这个话题 稍后呢 是广告广告之后 我们接着看 好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根据中国红木委发布的 中国红木进口综合价格指数显示 2013年 我国红木进口价格年内 上涨了将近百分之四十 部分原材料甚至上涨了 百分之一百到百分之两百 但是进入到了2014年 红木市场一片黯然 去年一度被称为 价比金高的红木 如今难挡市场的寒气 很多商家呢都在抱怨 生意低迷 生意难做 成交难 最近呢 我们的记者也在北京的 红木市场进行了调查 今天的计刃都比不了了 其实去年赚的也太多了吧 去年赚的花了好多 对 今天他们回到离线 之前一年不如一年 然后那个货一年也没一年多了 在北京东坝名贵木材市场 一些红木经销商一有空 就会聚在一起喝茶聊天 经历了2013年的红木原料价格大涨 今年他们的生意显得有些清淡 对 有点灰调 没有正常 是的 你的哪个行业的话 那个就是说 那个也不可能一直都在长 是的 反正说这个 它这个行业有点特点 就是说你洗血洗 你的木头 是不是 几百年成长 甚至三千年成长 是的 你这个东西 别的东西 买 是买得比的 是的 其实是找 但这种 这种 去年能买到多少钱 去年十几万 十几万 十几万 今年呢 今年能跌个百分十几万 百分十几到二十左右 陈金锐经营红木原料已有八年了 他告诉记者 八年来 生意最好做的就是去年 红木中涨幅最大的红酸汁 从年初到十月份 每吨原材料的价格涨幅 平均达到两至三倍 即便是产量大 货源充足的缅甸花梨 也搭着红酸汁的顺风车 在短时间内 从每吨一万元 涨到了近四万元 这样的市场行情 让陈金锐尝到了甜后 但是今年元旦过后 突然冷清的生意 让他有些猝不及防 整体是更轻的很好 去年 一天忙碌 都看大货 来来往往 那都特别多 我拉过的特别多 今年就十几天都不满的一秒 曾经一目难求 价比黄金的红木 如今似乎陷入了 无人问心的境地 一年前 当红木市场价格 被推向顶峰的那一刻 所有的参与者都没想到 一年后 那场让他们趋之若鹜 追换红木的饕铁盛宴 会以如此快的速度 冷清下来 市场价格的回调幅度 让他们始料未及 去年只要多压 压时间越长 占的越多 就今年就不行了 今年吃的料 从去年到现在吧 能跌个百分二十几 二十几 尤其不好的料 跌到更多 像这种花枝吧 去年是四万多个人进来 今年跌了三万 整体三万六七吧 这墨西哥 墨西哥 这个价钱呢 去年卖十一万多吧 今年呢 今年也叫九万多块钱 比进价的 进价价价价十万块钱 卖吗 现在有客户要买的也买 不能换了换了 压资金 陈金瑞告诉记者 去年下半年 伴随红木原材料价格水涨船高 库存越多意味着越能赚着盆满钵满 而今年年初开始 红木价格持续走跌 降服最大的缅甸花梨高达百分之三十 虽然眼下原材料市场正缓慢趋于止跌回稳 但为了回笼资金 他们有时不得不赔钱卖掉一些红木原料 主要是今年这个价格买的不好 价格买的不好 有一部分可能是保本卖的 有一部分是 比如说可能是赔一部分钱买出去 做了十多年红木原材料生意的蔡建发 告诉记者 就在去年红木市场行情最火爆的时候 要拿到货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对 去年就是很多人都在抢货 怎么想 去年是这样 通过比如说你要来十几年做下来的积累 你比如说跟上家关系还不错 他可能首先先考虑你 先买给你 去年是凭关系拿货 没有关系都拿不到货 这种状态 今年环境是你随便都可以 环境就是货好拿一点 货好拿一点 因为你现在市场也走不动 从红木原料经销商到红木家具商 每一个人都感受到了眼下做生意的举步文件 今年的这个市场可以说是有点冰冻期了 很多原因 你买了什么为冰冻期 有点冰冻期 因为我聊的情况 你想这个集散地啊 像福建啊 这个浙江啊 江苏 还有这个广西 这有几个党集散地 这个大家都知道 是吧 平平祥啊 张点 他们基本上现在有20%到30%的这个企业 已经不干了 比今年比08年还要命 因为我这北京很多做红木的朋友了解一下 从春节到现在有一分钱没卖货的 就坚持不住了 他要交风多 你看很多商场里都退摊的 这些东西很多 现在这一普遍天下 李京 金木宝通古典家具公司技术总监 他在红木家具这个行业摸爬滚打了十多年 经历了几波行情的涨涨跌跌 每次都能有惊无险地度过 而对于眼下的市场行情 身经百战的他依旧感受到了一股寒意 比他们还要强一些 强一些 但是基本上也萎缩了将近一半 将近一半 每一年 就是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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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近一半 我就算非常不错的了 非常不错的了 比这一分钱不卖的好得多 我还有饭吃 伴随大红酸汁原材料每吨下降 10%到15% 缅甸花梨下降30% 随之变化的就是家具零售终端 一套缅甸花梨家具 价格下降20% 一套红酸汁家具 下降15%左右 像你看 这叫罗汉床 这个罗汉床 现在我卖到16万多 这样说一二年之前 这个东西也就6万多块钱 现在就是16万块钱 我还可以卖 要是堵板的还要高一些 因为堵板那三个板 那个价格要高一些 基本上 要是去年我卖这个的话 你得20万左右 20万左右 现在就是 按比例走吧 20% 二二三十的价格往下走 这是市场的关系 这是我们绝对不了的 李金告诉记者 虽然红木家具价格相较去年已经有所下降 但市场的饱和整体经济的下行 房产政策的限制等等 让红木家具在消化库存的过程中举步艰难 现在人流量 是明显的下降 明显的下降 年轻春节前 有一批人 就像8月15 11前也有一批人 他有东西是 送回朋友 或者怎么着 过年过节了 但是今年就明显的 非常非常的 就是人流量 就几乎 一天也进不来顶人 这是我实话实说 从这个2013年的1月份到现在 整个的在2014年的3月份达到一个顶点 现在呢 又回归到比去年稍高的一个水平上 这个状态 我们认为是一个非常态的 就比如说去今年的 一 三 五 这几个月 换句话是出现一个异常的一个波峰 因为他很多的这个 那个进出口商呢 看到去年的这个价格呢 和看到当时的行情呢 虚高 所以他加大这个原材料的一个进口 市场就是制成品的这种消费呢 他这个跟这个红木行情呢 在三月份呢 其实是在二三月份呢 形成一个 反向行情 然后二三月份的时候 然后进口量达到最大 嗯 但是呢 市场消费呢 达到最低 嗯 这段矛盾在这个时候 其实相当于明确了 换句话说呢 对撞了 车畅 中国红木流通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他告诉记者 随着2013年6月生效的 并为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东南亚与非洲多个国家 限制其红木原木出口政策的实施 红木进口数量与价格都处于上行状态 我国海关木材类进口数据显示 2013年全年我国累计进口红木达119.58万立方米 同比增长51.67% 2014年3月份 我国红木的进口总量达到26.9万立方米 进口总值将近4亿美元 相当于之前每年红木进口总量的三分之一 与此同时 红木市场消费达到低点 消费受阻市场进入消化期 让一些红木企业交易非常惨淡 甚至引发了一些企业的关店潮 比如说现在报道 先有有倒闭的 东洋也有部分企业 这个小型企业倒闭了 什么原因 为什么你说东兴和平昌 甚至这些地方 比较少见这种现象 因为平昌和东兴 它有地缘优势 它除了自己做加工 就是做生产企业 它还是一个原材料 半成品的进口的一个渠道 所以说它的生命力 简单的说 生命力就比很多的内地 那种单做加工的这种企业要强 在车上看来 虽然短期内即将到来的10月11月份 这两个红木销售黄金季节 红木的市场行情不能与去年同日而语 但长期来看 眼下市场行情回落到理性的水平 更有利于行业的发展 去年我是认为 这里头有非理性的 非经济的很多因素在里面 今年是回归的理性的一个阶段 大家不要 我觉得无论是从消费者 还是我们行业的生产者 大家都不要把去年的 这轮行情当成一个坐标 而是当成一个小插曲 过去也就过去了 今年开始到未来发展 应该都是以一个理性的态度 以一个市场 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走的这么一个态度 来做企业 来消费红木的产品 最近这几年 红木市场呈现出暴涨的态势 对于红木制品的炒作追捧 再加上疯狂的囤积 使得本来已经稀缺的红木 也就更为紧俏了 尤其是2013年 随着红木原木出口国的限制政策出台 市场行情更是疯狂上涨 但是进入到2014年 市场的高位消费能力难以持续 使得红木价格不断走低 很多投资者也后悔不已 为什么当初有那么多人冒着被套牢的风险 参与到这个价格游戏当中呢 其实呢一些投资者是抱着侥幸的心 认为自己不会成为这个几股繁花游戏的最后一个接棒人 而事实上当初荷兰的一匹江风潮 八十年代国内的兰花热潮 再到这几年炒作古玩字画 普尔茶黄龙玉等等 都有过类似的教训 那么无论是什么投资品 我们都希望投资者要心态成熟 同时要理性能冷静 好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祝您国庆长假愉快 明天我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